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些人两手放在他都够不到一起 向差好远 有的人只能背过来 或者是不同的程度都是这样的 两个种子来说 好多人是够不到 那么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改善这个问题的方法 我们要解决这个问题 手背不过来 大部分情况都是在我们肩关节这个位置出了问题 我们怎么做呢 如果说你往后坐 慢慢的你感受到哪一个位置受牵拉或者是疼痛 那么我们就疏通到哪一个位置 好 大家试一下 有问题的试一下 好 当我背到这里 我感受到前面这个地方是不舒服的 那么我就给他疏通 怎么做呢 直接把我们的手掌对着这个区域捂着 然后轻轻地活动我们的肩 手不动 捂着它轻轻地去做 这样的话是比较简单 如果说我们是后面 后面 那么我们怎么做呢 后面的话 我们就把手尽量往后 好 往后背过来 这样去做 然后手拿过来 用我们的手指找到位置 这地方也可以 好 去做 做到这样 然后手慢慢的这样打开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回 打开 然后回 你要怎么做呢 就是拿你的这个手去压着你的疼痛点 然后通过这个胳膊来运动 去改善它的环境 好 这个方法呢 就是自我调理的 如果说你这边有问题 前 后 还是一样的 你要是这边 这就很简单 这边就更容易 唯独就是后面这个 比较复杂一点 这样做的话 我们做多久呢 每次我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 我们自己数着 每次捂着做49次 当你做完以后 你的两个肩如果说是够不着 那你做完以后就可以够着了 好 你刚开始调到第一次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就够上了 那么我们只能说 轻轻点 然后再慢慢抬 好 这样慢慢的 去坚持做 也就是说随着你做 一天 两天 一周 那么你监管你这个问题 这个地方气血足了以后 它得到修复 然后你终归有一天 你的手往后 就很轻松 就能背在一起 很轻松就背在一起 如果说我们两个手能背在一起的话 后面我们就要做什么 每天就这样把两个手扣在一起 进行牵拉一下 进行牵拉一下 好 大家如果说肩膀没有问题的 也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 进行牵拉一下 好 牵拉呢 身子保持中正 不要弯腰 好 自然做好中正 或者站着都可以 保持着牵拉控一下 去感受一下 好 停顿个 拉个一分钟两分钟 然后慢慢停下来 这个是对我们进行保养 两个手扣在这 肩有问题的拉一拉 也可以起到一个调理的作用 好 大家如果有肩周炎 然后肩膀疼痛 手臂麻木的 可以试一试 刚刚上面那个方法 然后自我把这些问题 都给它调理好 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好 今天我们就讲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呢 可以在下面评论 留言 或者私信 谢谢